说到张博之,你们第一个想到谁,谢霆锋,谢霆锋是张博之的前夫,当时两人在一起时,十分轰动,毕竟谢霆锋帅到了一定警戒,张博之也美得不可放物,这一对夫妻在圈内十分养眼,婚后生活也算得上幸福,两人育有两个孩子。 但是,好景不长,两人最终还是走向了离婚那一步,真是可惜,而如今,张博之恋情一度时,深感意外,网友,这颜值不输谢霆锋,陈冠锡,两人离婚后,孩子由张博之抚养,传言谢霆锋花两亿,都没能换回孩子的抚养权,之后,谢霆锋便和王妃复合,受到广大吃瓜群众的质疑,不过目前来看两人的感情真的很好, 张博之离婚后没有任何绯闻传出,也鲜少出现在大众视野。 翠近,张博之频繁更新生活动态,前不久还在社交平台上发出了自己冲浪的照片,竟显女神贩,好身材藏不住,笑颜如花,难掩好心情,既然有照片,当然要有拍照的人。 吃瓜群众们福尔摩斯同款的大脑又运转起来了,猜测拍照的便是吴建豪,最近吸引挺长时间的张博之,和吴建豪合作了一部电视剧,两人倒是互动频繁,吴建豪是F4组合成员,为人低调不吵非吻,所以出道多年一直没什么名气,不过优秀的人总会被发现,如今这部电视剧上映,也让吴建豪大火一把。 网友,这颜值不输谢霆锋,陈冠喜,吴建豪现在在热搜话题居高不下,主要原因是与张博之合作的如果爱播放率不错,还有就是因为,前不久吴建豪离婚,恢复单身生活,前些天离婚后首次露面,怀中抱着有人的孩子,很暖的看着孩子,粉丝纷纷表示要为吴建豪生孩子,吴建豪和张博之,更是曾因此同上热搜, 各大媒体平台都在报道两人一座石恋情,这种猜测倒也不是空穴来讽,从吴建豪的微博就可以看到,有网友将吴建豪和张博之分别出演的电视电影剪到了一起,吴建豪还转发了,并配文。 这种猜测有意思,张博之猎情一座石,深感意外,不过,因戏生情的演员不在少数,更何况两人都是单身状态,就算真的在一起了也无可厚非,只要他们两人开心,我们负责祝福就好。 如今,张谢两人离婚多年,两人也都经营着各自的新感情,张博之绯闻不断,谢霆锋与王妃也好着呢,虽然这对金童玉女最终没能在一起厮守,但是还是祝愿他们,现在都能各自幸福地生活下去。 大家对于张博之和吴建豪这对CP看不看好,如果张博之真的真的和吴建豪一起,你们又有什么看法呢?不许请轻喷。